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 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 民聲啼儀 myradio.hk 五里政治 注定執書 關人膽志 造脊躺諸 天下人 天下事 天下正經 今天天下正經 真是很Hi 有啡酒 又是花生 這個不是花生台 很有國慶派對的感覺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天下正經的國慶 美國國慶獨立日特別版 歡迎各位各位收聽和收睇 喂 整天都忘記介紹自己 我整天都只顧自己說 我只顧自己 Hello 我叫Gary I am Cyrus I am Ken Sunny 我是Mike 後見劉Sir 各位好 各位好 顧名思義 國慶 其實今天這個星期有很多事情發生 什麼呢 即是美國國慶 其實今天錄影就不是國慶 今天錄影是七一 即是香港 雙心夜 慶回歸 但是又沒有什麼好慶 沒有什麼好慶 沒有什麼好慶 你一早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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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的聲音 嚇到耳朵 用耳朵用了火 坦白講 尤其是今年 又充天大火災又成的 我都覺得仇雲慘慕 有什麼好慶 這兩年國 即是近七一前 早幾年又 海難 那是十一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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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什麼都不可以慶悅 剛剛是撞正 永遠都是之前的 發生一點 他比起頭 即是你那個領導 不要腳 就什麼都壞 你比起頭 之前那些真正拳 和老董都沒有這個 好像少一點 少一點 沒什麼這樣 你比起頭 我怕他去上 都是出衝的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一人絕走糊 說起來 即是說正經 美國國慶 7月4日 即是美國其實 和香港都有些共通點 二百多年前 美國 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後來經過很多事件 首先就是那個 我想不是茶黨 那是波士頓的茶葉 那時候那個茶葉稅 引發到那個戰爭 其實二百多年 美國這條民主路 都不容易走 那就是走到今時今日 都還在走 中間經歷過解放黑盧 南北內戰 美國雖然初初就是那五個州 新英格蘭的五個州 十三個州 十三個州 後來有些就打回來 有些就霸回來 有些就沒有回來 加州這裏就打回來 加州這裏就打回來 加州就打回來 加州就是西哥佬 德州有些不同 德州就當時 就是屬於墨西哥 後來 下巴無戰爭 德州獨立了 只是共和國 後來自己搞不定 就自己 投奔於美國 美國就接受了它 搞著搞著 現在美國真的沒有 德州常常都 內容中有些 有些 有些 說德州獨立 不是 常常都有一群友仔 在英國那裏 都要搞獨立 他們還去參選 那這些就是等於 叫什麼 德獨嗎 我以難過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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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John Lewis就是 那個槍管法案 引發到他 佔領這個眾議院 那他看回 這位七十幾歲的黑人 黑人議員 原來他十幾歲的時候 1963年 已經和馬丁 魯德金 開始已經搞這個民權 民權運動了 十幾歲的時候已經 玩佔領的了 佔領到現在 六十幾年之後 是不是 有經驗 都還在做 美國還有很多改變 改善的空間 中國的路 永遠都走不完 永遠都走不完 民主的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因應那個時勢 比較容易接近那個 即是adjust 世界變 會比較容易適應 好像五十年前 同性戀的問題 是不是 還有現在來比較 就已經超遠 美國國防部署已經宣佈了 容許opening 那個 橙色素 即是變性人 男變女 或者女變人 容許他們 軍方已經設立特別部門 特別的醫療 主要是協助他們 這個議題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牽涉到這個 宗教 牽涉到這個信仰 道德 有些很多政客是利用這個 來打這個道德牌 拿選票 這件事其實 其實遲些我們是要開一陣 全部說這些 因為這個實在牽涉太大 教會 等等其他 但是說回這裡 譬如說 這個我想說的就是 美國的民主路難行 我們今天仍然在這裡行 即是說回六十年前 白人和黑人 不可以去同一個 不可以同一個餐館 不可以搭同一個巴士 不過是前頭抬出後面 不可以坐椅子 最最最初的是不可以坐 不可以坐 不可以坐 即是這樣說 也鼓勵香港人 香港年輕人 香港新一代 其實真的不要灰心 有時候這些東西 就不是當事打沉 這個是長久的抗爭 要用硬力的 要用滴水穿石的硬力 沒錯 譬如說今年七一遊行 老實說七一遊行真的沒什麼好說 因為年年都是這樣遊行 然後民陣公佈數目 然後警察公佈數目 然後人們會加上兩個數目來除二 然後自我感到良好 我不止除二 上一年我想除二更多 所以今年出來的結果 就好像差不多 去年民陣公佈數 十一 是比較正確的 警察公佈數是多少 一萬九千五 和上年是差二三百的 一萬九千五 差人出的價值 他有他的看法 你看看你怎樣數 只是球場那裏 一萬九 馬路不計隻是行人路 可能是 當年零三七一錦葉樓 入到維園才算 所以那些人就 無論如何 死人都迫到維園 就是這樣解 那一次零三 也不止五十三 但為何一定要信葉樓 為何一定要他說 就是 因為他當時是當官 好像指標性 還有二十三條 他當時也是有聲音 他當時是舵手 不過今年唯一有少許特別 就是因為九月選舉 所以你看到很多旗幟 有很多新的組織或政黨 都插旗 如果你走過七十一錦葉樓 其實都挺好的 其實我又不是說 很辛苦 他的主策很辛苦 很辛苦 加上林榮基和書店 你會感覺不到氣 如果走路更好 停了 他經常停了 在樓門口緊襲 因為他越交通 另外過緊條又襲 收盾又再襲 因為香港島 靠了幾條大街 天尼斯道 大動物 他們停了 就真的癱瘓 可以癱瘓你香港 所以他沒有辦法 不過今年都可以說 叫做遍地開花 因為多了幾個年青人的黨 什麼新政 什麼眾志 什麼散兵 很多 年青人肯出來 承擔回 這是他們的將來 我們這些 他們沒有年多附內 好像維園阿伯 這樣 當年 直民地時代 你不找找 都還沒出生 直民地時代 我們不爭取 即他們沒有這個附內 其實 其實為什麼說 直民地時代 你當年不爭取 其實老實說 要問回來 可能直民地時代 我們覺得自己很民主 已經有民主 這個環境良好 就不用爭取 已經習慣了 那種扮華 你那時候說 政府你都沒有這件事 應該找得好 應該反過來問他 對 為什麼 你上一代不爭取 因為你上一代不爭取 所以這一代才要爭取 是不是 應該反過來說 為什麼你上一代這麼懶 港英時代 很好嗎 我又不是覺得認真好 只是老實說 好過現在 他們的手法好過你 好過現在 我經常都說 我跟英國人打過功 英國人的手段好過你 我有兩件事 都是親眼見過 英國人怎麼跟新界佬說 親眼看著他 人家那種DNA是優秀 做得好看一點 為什麼呢 英國人 現在人們就笑他 叫做小不列天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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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可以託日不樂帝國 全世界都有殖民地 包括美國 包括美國 你想想 我很記得當時 我看過那本自傳 是很早期殖民地的英警務處長 派他去英國 外交官調來調去 他在香港鎮壓新界那些 他說 我在大平洋群島的時候 一動手三千人 即是殺三千個 來到這裡管理這些濕濕碎 他們很有經驗 他們很有經驗 所以他們很知道怎樣管理這些食物 總之這個世界什麼都好 大家都要有得吃 你夠肥豬肉 你都要分給人 大家都有得吃 你肥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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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你下肥豬肉 你看看以前什麼 雷洛傳 那些 都三三四五個 他都是由上之下 大家一起肥豬肉 我講話又講 我以前的老闆跟我说,英国人聪明,我们这批人都懂得少少六七十年代贪污 他说,你收到钱的一定是中国人,你几海人有个外国人问你收钱? 你外国人做大粒的没理由做下把东西 所以你的感觉上,你不是给钱贵了,是中国人向你收钱 即使中国人收钱之外呢? 就算英国人自己大份也好,可能他持有七成的收钱,连接下来也拆收三成 我个人说,其实这个手刑只是以华制华,但又制得他很开心 他还要开什么印度公司来制你 当然啦,他很多,东印度公司我们也听不少啦 这些东西 原来东印度公司真的是印度人? 真的吗? 我许个名字呢? 小弟都是愿会无知 那个holder是英国印度人 但是出演就是英国 因为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 他不找白人直接跟你冲突 没错 你以前有没有见过鬼佬做散仔? 英国佬做散仔? 没错 全部都做management 说实话,今天7月1日 除了香港很烫过辣鸡的回归之后 其实我们在座,这里有起码两位都定居过加拿大 今天都是加拿大国庆 没错,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 加拿大国庆有什么呢? 加拿大国庆就终于土著 便 acceptable 今天有几万个人去 在街上... 慶祝呢 中国当国庆 我 easier 我住的时候 是美夹边境 这个河是加拿大 那里有河的对面 真的可以游水過去的 就是你所說的 Buffalo? 不是Buffalo 我都是在哥倫多 但比較難變 總之都是邊界城市 他們慶祝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七一到七四 可能選擇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 七二這樣選擇 對 七二中間轉移時那天 即是由邊境那邊 就放美加邊境一起放煙花 國旗一升就升 加拿大和美國國旗一起升 兩岸都什麼 國慶一定是先過方法做拉的 不是 OK 他們倆政府談 要談多人一點 這些事情 價錢一起來兩邊 哪一個就適合多人看的人 對 就適合放假 八五六六六 通常美國人無所謂的 就加拿大 你剛才會現時 如果碰巧 七月四號是星期五的 七月一號是星期二 那麼明天 月四就沒有目標 這就是我的時候 在我住邊境城市的感覺 講到加拿大,前一陣子有一件事 就是那個加藉港人的第二代 這個人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他想去大陸參加一個夏令營 父母就是香港人 父母就是香港人,但是入了加藉的 兒子也是在香港出生的 不是,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香港出生的 在香港出生的 他想拿一個簽證去大陸 拿一個十年簽證,所以被拒 那是誰拒?大陸拒,還是加拿大拒? 大陸拒絕了,不給他簽證 他要回大陸 他要回大陸,然後拿一個Visa Visa的領事館就不批他 這件事就過幾月之前 但是現在引起了加拿大的廣泛關注 加拿大陸有一個華籍的國會議員 就叫做關惠貞 關惠貞在前兩天開記者招待會 他就關注這件事 希望中國領事館就作出這個解釋 中國領事館又有這個答法 根據中國國籍法 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若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為中國公民 即使本人在外國出生 亦具有中國國籍 但若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 並定居於海外 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 就不具有中國國籍 故此 加藉港人的第二代是否中國公民 取決於該名第二代的父母 是否已經定居外港 而非該名第二代是否在加拿大出生 我大概就聽到他想說甚麼 是否就是你本身已經是中國公民 你為甚麼要申請Visa 返回中國呢 是否這個意思 不是不是 他這裡說 他不批你那十年Visa 人家申請Visa 但是你要申請那個兩年的中國公民Visa 吊詭又在這裏 人家已經是拿了Passport 人家都說我是加拿大人 申請Visa 我不是說做了中國人 你何時見過美國公民 去美國旅遊要申請Visa 是 是 好像我們香港人 在香港進去深圳 都要拿回鄉證的那張卡進去 是吧 那究竟我是不是一個中國公民 你真的不知道回鄉證算是一個通行證 還是一個Visa 我有一個兩制的話 就應該不是 在一個兩制不是 只不過一個是Travel的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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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 是的 我不是一個中國公民 如果我是香港人的話 是吧 其實到現在都搞不清楚的 香港大陸都搞不清楚到底是 即香港人的中國國籍 那個怎樣 即是搞不清楚的 你想一下 如果我是中國公民 我在中國裏面 我是有戶籍的 有省籍的 當然 中國被批了 我說我是屬於哪一個省份 我們有沒有香港人 有沒有 是沒有的 是吧 那我怎樣可以說自己是中國公民呢 是吧 而且你的回鄉證 或者你的回鄉卡 進入國內 你是旅遊而已 是的 你可以打工的 是的 即是等於你的護籍在香港 即是等於你的郵簽證 你拿一個香港ID卡就等於你的護籍在香港 但以為我們知道 你在香港出生 你得而是一個中國地 普遍提到現在這個世界 主要的公文法只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屬地 一個就是屬人 那美國 就像美國一樣 就行屬地 那就是說 無論你父母是偷渡也好 無論你在哪裏爆出來也好 總之你立入到美國境內出生 你就是美國 阿比基經過出生 剛才經過出生 所以我們會講雙悲 香港是同一個情況 但香港好像不知道 譬如我是香港居民 但我兒子在這裏出生 就不是代表我兒子是香港居民 不是 這就是香港出生 這件事我猶豫 你要在香港住九七年就可以了 這樣就是什麼 但你在香港是要法律 不可以 但你美國是你父母 在那條隧道 從墨西哥走到美國 然後生了兒子 那就是美國公民的 但是 我的兒子在這裏出生 美國出生 但我回到香港 我是拿到一個身份證 身份證明 可以 但是不是三顆星 不是三顆星 不是三顆星 九七和九七是有少許分別的 我剛才遇到香港的時候 因為我是美國公民 我兒子不是 我兒子在美國出生 你兒子可以拿到的 我有香港身份證 但我回到香港 永久居民那條線 就出事身份證 但我兒子是美國公民 沒有問題 走到後面 填一張照片搞定 當時我去人民入境事務署幫我兒子申請 都要搞了一輪 他們裏面的人都不太熟 他申請給我 他申請給我 身份證 哦 但你兒子是不是在香港出生 不是 在美國出生的 都可以申請 可以 但不是三顆星 但拿不到回鄉證 因為拿回鄉證 先決條件 就是要拿特區護照 那就是說 不一定 不一定 但很習慣 他什麼都有選擇 真的 什麼都有選擇 什麼都有選擇 絕對 什麼都有選擇 什麼都有選擇 大姐姐的女兒 這個叫做有特色 你看她 她說她是中國人 你都不相信 那種 她沒有香港身份證 但是 我這樣算去民國了 要的話 都有選擇 都可以給到的 但是特例就不什麼 我看到香港的朋友 有些鬼來的 他都給了香港身份證給我看 他做事 香港做事 那些很多 有很多 這個是一個香港人身份的認同 香港身份證不是一個很難的 很容易 香港身份證不是一個很難的 很容易 香港身份證不是一個很難的 剛才那裡 剛才那裡你說 那我兒子回到香港 是不是都可以拿相認證先 可以的 不要相認 不是相認 不是相認 不需要 不需要 但可能她的手段要搞很久 是 她本人要在香港 你拿回證 她本人也要在香港 她本人在那裡逗留 即是她在Pending的時候 你要在那裡 是的 不用 Pending的時候 不用在那裡 但是要拿回 雖遲 譬如一兩個月這樣 即是我暑假回去 申請了 但是要拿回證件的時候 我們已經走了 那要拿證件的時候 她就一定要在那裡 即是你可能要 一年之後 回到香港 即是你可能一兩個禮拜做到的 是的 但是 講回加拿大的問題 現在中國 其實中國 譬如說 如果美國是屬地 日本呢 即是日本就是叫屬人 即是換言之 你偷渡到日本 你生了個B 那個B永遠都不會是日本人 因為 因為那個爸媽 是要日本公民 日本是雙善制 雙善制 屬地又屬人 是嗎 是 你嫁一個日本人 你可以做日本人 可以 這個可以 但你娶一個日本妹 你不可以做日本人 那跟泰國差不多 那又不值得 那又不值得 但你不值得 你虧了嗎 這個國籍是這樣的 難怪 小山智麗 以前叫黃智麗 突然間打冰箱波 小山智麗 不,它是代表日本人 這麼威風 這麼厲害 但是它是代表日本 代表日本 代表大日本人 代表日本人 代表男人 但是你這是經過婚姻 去拿到這個公民權 即是屬人 但我講的是 那些 譬如說 偷渡去日本 例如很多人偷渡去日本 然後生孩子 那些 那些 很多國家都不行 偷渡 很多國家都不行 未不得 未不得 日本的經濟研究 就算不講偷渡 就算講學生簽證 或者這個旅遊簽證 你去日本留學,然後你生了一個兒子 那個人是不可以進去的 那這個是屬任 我要去停機會投訴 那女兒有男的,女兒有男的 因為他跟這個名字,他跟這個姓 泰國吳翁是男的 但是中國這個,他這個解釋是很有趣的 因為呢,亦都吊詭 因為他既是 似乎既是屬任 但是屬任裏面再加一個條件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不承認商用國籍 OK 但是呢,你如果其中一方 即是舉個例 舉個實例 很多香港人是移民去加拿大,唱了國歌 是不是?唱了國歌 我叫奧Canada 奧Canada 遲些讓你興唱 我沒有唱歌 我沒有唱歌 那你唱了國歌,然後回流回香港 那就是代表家籍港人 但是不是在加拿大定居 然後你生出來的那些小朋友 就算他在加拿大出生 他都是中國籍 他都當他是中國籍 嗯 等於這個情況 就好像那位人士這樣 他就不可以拿外籍人士申請十年的中國簽證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被拒 就是要他 因為他不屬於外籍人士 可能他父母就是不在加拿大定居 是回流回香港 對 我講過那個新聞來看 好像我申請的時候 就是我們一般拿簽證 我們都是拿一些護照 就是普通說要一個父母的特別的 information 就是要全份父母的 information 他們就看到他的父母都是香港出生 所以他才有這個辦法 不過呢 我經常都說 大陸這些 第一他本身寫得很模糊 他不知說出生 他不當你是哪裏出生 他又不當你是入了哪裏的國籍 但他要當你是入了哪裏的國籍 他要當你是入了哪裏的國籍 你不是血統 他那時在哪裏定居 我覺得國內很模糊 到時候 任何解讀 忠義可以是淺檢一塊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是他本身的入境 例如你有外國籍 但本身你是中國人 他就一定說你有中國籍 就是這個叫被中國 被中國方 阿里波本身是中國人 他拿了一個外國護照 那個還拿了什麼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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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堅持 他是中國籍 這件事是修科沒有 沒有一個完結 沒有一個完結 因為他說 這個完全是取決於他父母 那個兒子是no say的 就算他在加拿大出生 雖然這個情況 就不在加拿大出生 香港出生 但是他說 如果那個父母入了籍 但是又在加拿大定居的話 那 他的小孩 就視為加拿大人 沒有 那你拿個身份證 那會改變什麼 假設那個嬰兒有香港身份證 是嗎 是嗎 那我老爸有做過什麼 幫他什麼事 其實 所以 大佬那些 有時候他 他 有時候都不知道怎麼說 他這個 可能是搞加拿大 近來 那你說美國 又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是嗎 他變了政治化 不會有的 這個我想問問各位 喂 其實他這兩 這個所謂釋法 其實他釋用於所有國家 是呀 隨時轉的 真的 美國都可以 Logically 亦都可以發生在美國公民身上 是嗎 是呀 但是 Practically 我自己覺得 是很難的 那好像變了 因為美國是好 美國有四 那就是變了 我兒子變成中國籍 是啊 那就是 在他們的角度 是可以說的 不是 因為你個人在美國定居了 你不是他都回流回香港那些 不是呀 但是這個Case 我也是 都可以當兒子是中國籍 理論上他可以當兒子是中國籍 但是你全世界的中國人 就可以assume你是中國籍 但是 只不過你 不可以assume你是中國籍 因為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沒有中國籍 是不是 當然 我在美國當然是 但是問題是 他希望你入境那一刻 是中國人 但是這裡我看回 我覺得 我自己這樣想 是 是 是有些conspiracy 我覺得是 如果你用加拿大的身份進去 那發生什麼事呢 加拿大 都可能 那個領事館 可能可以有政治庇護 什麼都好 但是 換了如果我是中國 拿中國的身份進去 說他踏了你 是不是 就是踏了你的路 OK 聽Sires說的 我下載了 在香港入境處那裡 就說這個 就是 你關於這個 譬如我們 我們 在美國有美國護照 本身是香港人 有香港身份證 那你回到香港 那有什麼事 那你當然是想 美國 美國影述官召你 是不是 在我的身份 我會覺得 美國政府會召我 是啊 你起碼覺得 美國政府都 首先你要拿美國護照入境 是 但是 但是這個 他就說 如果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 包括在中國領土 包括香港出身 並擁有 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 軍已經變成是中國公民 這些人士 無論你是有 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或者BNO 或者其他外國護照 如果在香港特區 或者在中國內地 都不會享有 外國領事保護的權利 那當然是他會說 但是如果 該等持有外國護照 香港居民 希望 在香港 特區裡面 被視為外籍公民的時候 你必定要去和 特區 入境處 申報這個國籍便根 當申報被批准之後 那些人士就不再是 中國公民 那就可以屬於 有一個領事保護權 換句話說 你可以有一個 在外國領事館召你 有什麼事發生 但是會有一句說話說 你要用美國護照入境 然後你要跟香港的人民 又經事部署說 我不要再做這個 永久居民 是不是 我好像幾年前 聽過 因為大部分 好像我們這些 你有美國護照 你有身份證 如果你根本沒有身份證 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你用三顆星 如果你要Declare 我不再屬於 用它撕掉你三顆星 給你一顆星 這樣 這樣就不是永久居民身份證 因為你事實真的不是永久居民身份 你不是在那裡住 對 因為身份證是很特別的 你又是香港人的身份 你可以去投票 還是你又是居留身份 又是居留 因為身份證是很特別的 有些不同 如果你在美國的話 我在美國 我回到香港 打算長住 我要Declare 一個long residence 但在香港過來 就不需要Declare 任何東西了 那三顆星 依然是沒有變的 在香港 還有香港有很多福利 都要三顆星 身份證 縱患的三顆星 醫療的三顆星 但問題是 我們人在這裏 我們不需要 其實三顆星和二顆星 對於我們來說 意義不大 但三顆星 有一次要 但三顆星 你在香港 住醫院的時候 如果沒有三顆星 不會代你外國的 Camp你錢 不是的 不是的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些福利 所以 因為香港身份證 有這個特別的問題 又是一個香港身份的代表 是不是 所以 其實就是這樣 大陸那些經常搞到香港 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 雙重標準 他玩完 他沒有標準 喜歡說一些 其實我幾天前問過一個 LA的移民 剛才我特地就這件事 打電話去問他 就是他 當然 我問他 他又不會收我錢的 他的答法 他的電話很簡單 這樣問你 答法就是很簡單的 美國人入香港 用美國護照去 你又不需要Visa 是啊 不需要Visa 起碼你就用美國護照去 很簡單 這個是律師說的 我完全同意 我寧願排隊 用多半個小時去排隊 用美國護照入席 我不需要排隊 我一定要 為什麼 我不需要排隊 其實老實說 美國領事館都說 你欠美國領事館的護照 你進到領事館 就會倒入議會 你進不到領事館 你說什麼都假 你去到你自己當你贏 剛才我講這些 就是領事館 埋州 一定要埋州 他說這些 只不過是他自己說 美國公民 你去玩什麼 不是什麼 第一 過了海關 大陸說的也好 哪裏 加拿大說的也好 即是 白紙黑字也好 什麼狠都好 這個世界呢 口大就大了 是不是 你若就無外交 你一定 你 勢在你裏 你就說什麼都贏 怎樣護照都吃 他拿一本加拿大護照 在大陸出事 就算他拿什麼 就算承認什麼都好 你進到加拿大領事館 當你贏 我都相信加拿大領事館 當你贏 都是當你贏的 是不是先了 你進到就行了 是不是先了 你叫加拿大外交護照 那就是irrelevant 就算你進入香港 我用回香港新證 我本身要有美國護照 那也行 沒錯 我覺得你那個牽涉的 就是有這個混流 這問題是 這問題是 我們只不過是他自己的解決 你的邏輯就是 你這波被人夾到大陸 他就因為跑不到去那個英國護照 沒錯 所以他就輸了 這個就是本身 香港入境處和大陸就靠客 就告訴你 你如果想外國領事館照理 你一定要放棄了你自己本身 中國公民的公民 搞一輪 他真的要嚇你 沒有用的 他防止古老的條例 公職人員不可以收錢 你收了錢就沒事了 很明顯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他那個不是受虧的 那個公職人員失當 你收了那麼多錢 還不是失當 嘩 由於美國 走這個熟地的公民法 就是 又是這樣 攀過拱牆 過到黎塞 碟到那邊就當你贏 對啦 去到Mexico 那些什麼 就是 墨西哥交界的鳳爺 你過到就 就當你贏了 就當你贏了 這次香港幾十年前 過了九龍就是 過了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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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的事就是 現在這個雙非 即是大陸來的 雙非 孕婦 闖關 又死灰復活 先前 記得大家都知道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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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I 那個 國土安全部 那現在呢 就 轉為二線城市了 就是由大陸的二線城市 就去 美國比較二線的城市闖關 又不是坐 direct flight 又不是坐直航 就經過這個 南韓轉機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有一班 雙非的生子團 又重操顧忌 這次 就不敢來LA 因為LA很嚴 三萬市也很嚴 他們就 在大陸的二線城市 去了南韓 再經南韓 直飛這個 拉斯維加斯 六華達州 為什麼他要經過南韓呢 就是因為如果在中國 直接進去美國 美國 也都會 所以他就要 找個中間地 南韓 去轉機來拉斯維加斯 然後他們 那個訪問就是 哇 他闖了關很開心 被訪問 就是感激樓梯 我們二十多人都闖了關 是容易一點 如果闖了關 其實他都可以回到LA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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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開心 但是今年 最後的文章還說 我現在去到拉斯維加斯 已經去到一個旅遊景點了 多麼開心 是容易的 因為那邊的地方 他是喜歡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去到 是豪爽一點 豪爽一點 而且他真的賭得大一點 中國人有一個傳統 有一個DNA 就是喜歡賭博 賭很大 拉斯維加斯 很多年前 那時候十多年前 我去到那時候 有一個拉斯維加斯的管理員 說 他看著拉斯維加斯 由沙漠變成 變化 倒成 他現在說 早期的意大利人 後來的日本人 跟著那些 香港啊 台灣啊 大家知道 不同年代 有不同的大鴻客 那時候 他說 中國人是沒有斷過的 中國人是很 consistent的 中國人是沒有斷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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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中國人是有難度的 去到那時候 很厲害 很討厚 真的 看到了一些縮容的記憶 但是他們來的是生兒子 沒錯 這個世界 人是求生不是求死 你去到一個自由的角度 如果他們真的要賭錢 他們不需要用Way 他們的目的一定不是賭錢 是來生兒子 老實說 現在這份報道出來了 據我所估計 幾個月之後 拉斯維加斯有了意見 越去就越來越來越 通常 這些報道出來了 已經有了很久 已經黃了 報道出來了 下一次去哪裏 去哪裏 可以更加比較 就是他被報道出來了 水味 水味 要撞對機場 是有國際線路線 才可以 阿拉尼瓦達就是有國際線路線 他不會突然飛去收拾 那裏 可能下次他會經加拿大 或是經濠西哥 沒錯 但加拿大都很嚴 加拿大都很嚴 加拿大國際機場 更嚴 只有幾個 加拿大國際機場 更嚴 你當主要是Racuva Cargory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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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個就比較難一點 我自己的觀點 就是你想想 中國人 就經常都被中國化 是不是 明明那些是加拿大出生的 你強硬都要說他們是中國人 中國人出生那些 千方百計都想入美籍 或者想B在美國出生 但是沒錯 人是求生不是求死 大家都希望改善生活 希望下一代好過這一代 這個無可厚非 但是都起碼用過正常途徑 是不是 起碼都用過合法的途徑 正常途徑 真的又多了很多錢 還有時間也都多了很多 是 因為美國用了十三年後 沒有教育 這些 我們香港人都試過了 八十年代移民潮的時候 香港人都用各式各樣 香港人不會大到廠瓜 一樣有 不過我們的脈部沒有中國人那麼高 不是 可能老婆來生的老婆廠 那個男的要繼續滾水 不可以整家一齊來移民 做不到 很多香港明星都在香港 走來這裡生 然後回到香港 他們是有錢的 他們是歡迎的 但是你這些很多來生的賴漿 老實說 我新來 我見到那些都真的有些錢 他們會跟我講三四十萬生個兒子 他們不會用很多 生兒子比較特別 你有了大了 你就不能等幾年 等幾年 等幾年生情 你馬上等幾年 搞不了 搞不了 你要這幾個月 你要這幾個月 你就要離 所以就要有這些方法 但這些是社會問題 你控制不到 究竟有幾多個 外國的嬰兒 突然彈了出來 對不對 還有他們又回去了 最緊要是 那些老爸老母 是不可以留在美國 一定要回到美國 那嬰兒都是彈回去的 那些小孩子出生 就比較可以 美國都可以做的 你小孩子是美國公民 你都很難 要 stay 都 但是 沒有啊 他們九成都是一定要回去的 那些老爸老婆 他拿一個護身符 只不過 多個 不是 到了小學的時候 因為沒免費教育 小學、中學和高中 他們就會回來的 通常都是這樣 但我相信 先拿了先 很多人都會貪 因為他們有錢 不過他拿了護身符 誰知道以後 以前就說 姓法委 現在變成一階下囚 誰知道 很難說的 但跟香港又不一樣 那些小孩要去到18歲 去到18歲 才可以申請他老爸老母過來 有些國家 我不記得 好像是新加坡 就算你出生也好 他分兩重 到你18歲 即是在新加坡出生 如果你父母不是新加坡人 他給你一個小孩 他給你一個小孩 加拿大 他可以居留 但又不是公民 到你18歲的時候 還要再生 美國也有這個 像是澳洲 好像是澳洲 好像是澳洲 澳洲我不確定 但我記得 新加坡就肯定是這個 他比較 到你18歲的時候 再正式 你就真是 新加坡人 總不知道 我不管你有錢也好 沒有錢也好 帶著肚子過來生兒子 過關的時候 一定是已經犯了一個聯邦重罪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拿個旅遊簽證過來 入境的時候 他一定會問他 喂 你是過來旅遊的 他是過來旅遊的 即是已經說謊了 虛假陳述 然後他說你住哪裡 你佈住那個地址 一定是那個月子公寓 那個相非月子公寓 然後你又會訛清說 什麼哥哥 什麼親戚 他的家 即是這個 虛報資料 虛報 以及向聯邦官員 虛報資料 這個是聯邦的重罪 即是 你有錢也好 沒有錢也好 你來到這個國家 你踏入這個國土 你已經犯了聯邦重罪 先前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承判那些雙非孕婦 所以他可以re-roll 如果他證實了 你犯了這種 犯罪 即是欺騙罪 你生出來的那些 他可以re-roll回你的公民 他有多重 還有上次Evan 拿了他的護照 拿了護照 發出給他走 發出給他走 我想說的就是 各位 大家都住在加州 或者住在美國 如果見到那些隔離輪舍 那一陣子很多大肚科出入 或者很多垃圾 掉出來的那些 都是用過那些尿片 那些那些 我們呢 其實作為一個 無論是華人也好 無論是白人也好 什麼人也好 其實是有一個責任去舉報 我這裡有一個舉報電話 是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你也有 你也找到 我這個很簡單 它叫做 1866 D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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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 for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 即是2 I.C.E. 就是Immigration and Custom Enforcement 這個電話 就叫做 1866 DHS2 ICE 如果大家看到 那些可疑的 雙非公園 你隔離 你隔離 經常去 City Industry Warrant High 那些見到很多 現在最近少見一些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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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adia都有 馬場附近都有 最初呢 最初呢 他們就買間屋 或者租間屋 然後將它間劏房 給那些人附住 是 Hotel都有啊 後來呢 他們就整間 整間那些汽車 在酒店買鬼了 來做雙非公園 又買鬼了整個 Apartment complex 來做雙非公園 即是人的東西 有時候你做得太囂 你太黃 你就買東西 還有有一件事 屋呢 在美國法例裡面 不是在養經濟 因為他們 首先他們交了他們 醫院那套奶醬 然後將來 有什麼福利 就拿福利 即是他們 那時候說過 他們其實是 去到Outlet Shopping 買了名牌 但是又報稱自己是無業 然後拿那些奶 即是連奶粉 即是連聯邦寶座的奶粉 那些都拿的 Huntington Hospital 都已經有說 有很多奶醬 即是他又看中了 美國是 醫者父母心 即是你不能 你進了去 就醫了你 看中了這種連銀心 沒有錢就醫了你先 有時候 你要利用這些 就一定利用到 即是好像美國的退貨制度 美國的退貨制度 我們香港人說 怎麼搞的 這麼老 都要用到盡 但是鬼路 其實鬼路 又沒有出入人身上 那會不會把成本加回到少人 對 但是 但問題是 美國人本身的制度 沒有將會用 其實 美國本身自律 有自律 不知道你是對君子 還是對小人 對 靠你自律 放了汽水給你 讓你喝針 放了汽水給你喝針 放了汽水給你喝針 原因就是 有三十幾份都拿到的 有 人家都會學聰了 但你不要忘記 有時候有報紙的機器 那些機器好像壞 吃了你哥太太 就糟了 這不是一回事 但其實報紙那些 老實說那些 就沒有所謂你拿幾份 因為它是靠廣告的 它不是靠給你賣 用紙或者毛紙一份 好了 我們這一節 真的講到嚴重 嚴重overrun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跟著有柳 Sir 有東西爆 柳 Sir 有很多話要講 OK OK 不理政治 注定集書 慣人膽智 做隻港珠 天下人 天下事 天下正經 國慶特別版 天下正經 國慶特別版 吃東西不抹嘴 抹嘴了 抹嘴了 不吃了 吃很多了 不吃了 喂喂喂 不要說過 再喝一杯 第二節 我們第二節 我們第二節 喝一杯 快去喝一杯 快去喝一杯 我們第二節 現在交給柳 Sir 柳 Sir有東西爆 OK 這件事發生在前幾天 香港好像回響不是太大 但我在這邊看到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新聞 其實是有點奇怪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前幾天 中國政府要求一些網絡的商家 進行一個60天的收集資料 怎麼說呢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呢 就是 是不是假公安 真的 真的 他們要求做Apps的公司 搜羅所有他們的對話 或者資料 一定要核實 那些人的身份 要儲回60天的資料 In case有什麼事 他們就可以跟蹤 主要是有幾件事 進行真實的身份認證 對訊息內容的審核管理 以及剛才所說的保存60天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跟之前的網絡23條 有些少不同 就是香港的網絡23條 因為這一個 就有一個很大的 侵辦私隱的問題 怎麼說呢 如果假設 譬如說公安 或者中國政府有些什麼 譬如說搜尋這個 李波 或者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要下載所有 有誰有興趣 或者有溝通的人 他們已經可以一次過拿了 是吧 那這些我覺得是 對知情權或者侵辦 很大的問題 那你說對比起美國 是吧 美國之前 在Viverside 大概幾個月之前 San Bernardino 對 San Bernardino 發生了一個恐怖襲擊 一對夫婦 這樣就殺死了十幾個 美國的公民 那這件事 演變成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FBI 即是聯邦的 聯邦密探 聯邦密探 就要求 蘋果公司 就幫他解密 那為什麼有這種事呢 就是 Apple 即是蘋果iPhone 之前iOS7 那些 iOS5 是可以被FBI 任由去unlock 去找回他們的資料 但是 他們upgrade了iOS8之後 就封鎖了所有的資訊 連FBI都沒有辦法入到 那麼FBI就想跟Apple溝通 你幫我解掉 那麼Apple就不肯 那Apple為什麼說不肯呢 就是說 我upgrade了這個iOS8 就是希望可以保護 我們使用者的保密的資料 所以我就不會 去給你這個解密的程式 那他說 Apple還很囂張 跟你說 FBI你有這麼多資源 美國政府 你自己去解密 你不需要找我來幫你解密 那這件事就發展到 我對保公堂 那麼在大概一個月之前 那麼FBI就只找到一個方法 他說他買了一個 hacking program回來 解密的program回來 已經可以解了了 iOS8了 那麼變相 蘋果就會問 你用什麼來源可以解到 解到馬 那麼今次FBI就說 我不會告訴你 那但是 只是說 在這個解密的程式裏面 FBI用了100萬 去找這個程式 那麼當中 有沒有擠入袋 或者發生什麼事 我就不知道 但是 我想比較 就是 美國一方面 美國公司 一方面 就在保護 我們用者的消息 相片 資料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 大陸 大陸就一直在收緊 是不是 你說 網絡23條 有些分別 但是 到最後 譬如說 你不知道 中國 香港政府 有沒有這些規矩 是不是 那麼現在中共就過了 這個規例 就八月就開始了 這個是不是 只是大陸的手機 只是大陸公司的apps 就是 譬如你在公司 你在大陸 註冊了 出了apps出來 就要這樣 受這個規例了 如果我在美國 用這個美國制的三星電話 和你下載三星apps 一個 微信 這個算是大陸 是的 如果 那間公司 是大陸出的 大陸的公司 就要有權 去保留你的 record 如果你有微信 微信 我們的通訊 都會有機會 讓他們保留 如果你說 在大陸出的apps 如果在美國用的話 有機會是 給它 不是有機會 是直接會 直接會 你說你現在 你這樣比較 美國和大陸 大陸做的事情 一向都沒有邏輯 你沒有理由 和美國 比 為何 習近平說過 在2013年 說過 一句說話 記得很深刻 他就說 互聯網 亡黨亡國 加上習近平 沒有可能 美國如何開放 如何都不讓你 保護人家的隱私 大陸 不斷控制 他在當中 都說完這句說話 如果是 互聯網 亡黨亡國 加上習近平 這麼收緊 他一路持續收緊 是一早就預料到的了 你沒有可能跟他 說 美國這些 Apple這些 這麼文明的比較 但我相信 Apple那件事 FBI 100萬 其實是 是 暗�底蘋果的人 滾出去 找到那些 去到那些 去到那些地方 好像相傳的 Wiris 是Anti-Wiris 好像放出來 他們說 這麼難解的東西 你FBI都解不了 都解不了 最後找到一個程式 誤實說一句 分明就是 Apple最後滾出來 找到 搞定了 大家很落台 街就算了 他很圓滿 他很圓滿 我覺得這些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些 看一看 我看一看 你FBI 你FBI 都解不了 最後找到一個程式 誤實說一句 分明就是 Apple最後滾出來 找到 搞定了 大家都很落台 街就算了 他很圓滿 他很圓滿 我覺得這些 是這樣的 沒錯 但是我呢 我以為你說FBI是向大陸求助 不 他聽他講 FBI說 App是中國大陸 又找大陸的 你找到警察 但是我呢 我自己呢 如果打微信 打敏感詞 真的會說出來 這個說不到 再打一段 封閉你 敏感詞 我真的沒有用的 六四 六四那天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打六和四這些字 都不行 你接六支蠟燭 加四個後面 筆筆後面 都一樣勤 你放六支國旗 加四支共產黨旗 都不行了 六乘四 六四二十四 都不見了 六四那個出現 六四那個出現 六四到共產黨萬歲都不行了 真的 六四二十四 六四的承受表 都可以錄 所以 我覺得 他是管 他浪費了很多 很多維穩費 就是做這些事情 那他先說 10年那部電影 不是叫做劉德華的 10年的歌 又做陳奕信 10年的歌 又做廢育清 美國也有 美國也有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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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網無中 靈網無中 這些不是叫做 靈網無中 靈網無中 但是我覺得 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我們就算在美國 我們現在用電話很普遍 是不是代表我們的資訊 保密呢 我跟你說 我從今天開始 我就已經不會再用微信了 你用微信 他會問你 在那時候 你接不接收條款 你按照接收 我就說 現在市面上 還有這麼多其他的 WhatsApp Messenger 公道華 我上兩個禮拜都講過 美國也有一個反洞法 其實 外國者法案 你一個民主國家 他其實多於政途 拿到你的錢 你一個共產國家 比較封閉一點 我們不信不過 你只可以這樣說 信心比較大 沒錯 美國那個是TSA還是NSA 沒有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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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有 如果他要 咬事,但是 我們打電話 所有的資訊 如果要追蹤 一定 百分百分百分項 只不過 我們比較上有信心 他們不會太過亂來用 但是呢 你追蹤的是什麼呢 不是說 你說六四不行啦 你罵 Donaldson 不行啦 Bomb! Bomb! Bomb White House 喂 喂 這樣啊 這樣啊 那當然啊 是吧 當然 White House 立刻給人敲門 Obama is 什麼什麼 踩你真傻啊 多十個NSA都不夠去的資料 search 如果說Obama is Pope is Pope guy 那麼NSA肯定要找人來翻譯 還有 第二個問題就是 好像剛才Gary 這樣說 說你不可以找中國來比較美國 那麼我覺得 其實我不會用這樣的態度去感覺 我每天都說 我們怎麼可以跟民主的國家比較 我們就是因為要 讓人知道 說發生這樣的事 大家要醒覺說 我們不可以說 譬如我們是香港人這樣 我不可以每次接受一件事 預料是這樣的 然後就Step back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們要讓人知道 有種種那麼多的問題 要我們去面對 可以因言接受 而且你覺得是強國 他自己都說自己是強國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跟世界接軌 譬如你入世衛 入世謀 你都要跟別人 近幾年 我有個相反的意見 早十幾年 我都覺得大陸是很想學外面的世界接軌 這幾年給我的感覺是 驕傲 自大 搞錯 搞牛 這些東西 應該 我有我世界的標準 不是 我有我中國的標準 你不跟別人 你不跟別人 最完美的例子 就是要全世界買中國的高跌 你不跟別人 你不跟別人 就是便宜 你由那個手機公司 可以告苹果 回頭 他抄了 都敢死 都成功了 那些東西 真的亂來 尼巴琳 竟然可以告贏尼巴琳 真的不好贏 這些 他上訴完 都還會輸 還是尼巴琳 都是尼巴琳 E.S.L. 學英文 加利潔 你讀個P 坐你國安居 他要學習國語 我要拿一個 我只是拿一個身份 其餘真的 我要講國語 我要洗日能幣 你跟我的東西 大陸都很好 西方蠢 但又不覺得 我又沒聽過美國的 要偷渡過大陸 我聽到大陸的偷渡過 大陸前幾年曾經搞過一個綠卡計劃 給外國人去大陸的綠卡 有人拿才行 有 實有 大股已經收了 叫蔡和比亞 第三個加比 不聽到很多外國人在做事 不一定要拿綠卡定居 各取所需 他們可能在那裏賺錢 那裏賺錢 那裏賺錢 你看一下 Facebook的老闆 在天安門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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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公開的秘密 公開的秘密 你走到這裏支持那些 支持那些中國的社中分子 你叫你去大陸發大陸入書 罵到你飛起 口裡說不 身體很誠實 在那裏講一下美國人多好多不好 真的有什麼 罵到美國 民預算 其實呢 其實呢 不只是大陸 其實香港很多 很多人都一直在罵美國 即是他們 即是他們 香港很多人都是有大陸 剛才你說的那些思維 都是很不喜歡美國的 即是有那些思維 哦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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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移民過來 很多移民過來 又回去 那些子女都繼續在罵 真心的啊 這個國家頂有小處 這些什麼人 頂有些真心家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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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的國家真的不夠人家 那講開中國好 是不是 那現在給你體驗一下 就是最近說 香港以前那套經典影片 英雄本色 即是罵美國 講一下罵美國的表表者 當然就是成龍 成龍走來 十幾年前走來 一套紅番區 走來美國 掘了第一桶金 然後一直拍荷里活片 賺到盤滿盤滿 然後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 第一 他本紅的時候 就說自己是日本人 第一 成龍是澳洲人 澳洲籍 他不想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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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混蛋房子很明 不就在北邊那裡 那裡舔了東西 不就在公安那裡拍照 這個貴筒的貴筒 外國 愛美國 我不是很想說的 但是 有時候 身是美國人 死是美國鬼 整個山地都在買 Under 陳廣生的名字 當然不是Under成龍 大家都知道他原名叫陳廣生 不知道他之後有沒有做栽培 有房子民間的人說 對 他們有個抱女兒 抱了江澤民的女兒 別人欺負她 嘩 他正在出街 真的 這一點就不知道 這一點就不知道 不過也不奇怪 他抱了蔡英拍照 哇 不斷嘴的 送蔡英 嘩 這個 是我聽過 這個 是蔡英來的 他抱了蔡英 不斷嘴的 拍照 我講獎就有肯定是 人家是乾淨的 人家是乾淨的 人家是禮異 就像是外國人人家都會 拍個Goodbye kids 那些禮 那些服務 你會不會抱著女王不斷嘴 沒有 沒有 沒有學法 該你死吧 他抓你的兒子 他真的沒辦法 你去抱著我 抱著我老婆 不要 不要說成龍 不要 我為何撩起 我為何撩起成功 你講講講 哪一英雄好色 不是英雄款式 就是我想帶出英雄本色 因為成龍先前拍了那個警察故事 2013 又是把警察故事 講到經典 來玩爛了他 那個導演就叫丁城 那個導演叫丁什麼 丁城 丁城 我拍《英雄本色4》 他說拍《英雄本色4》 他說拍《英雄本色4》 其實你是想跟著《英雄本色3》 還是拍《英雄本色4》呢 導演是以前拍過《警察故事》 《英雄本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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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不會看的 現在我不會看《英雄本色4》 現在我不會看《英雄本色4》 那我看的就下載了 我告訴你 因為《警察故事》《英雄本色3》 其實不是一部同作片 而是一部劇情片 其實是講父女 即是女兒 女兒長大了就學壞了 然後那個父親就很傷心 希望想救 其實成龍是演得很好 因為那時候房祖明 就是爆了《監督》那件事 就是同一時間上畫的 就是有感而發 感同身受 但是跟警察故事是沒有關係的 是沒有關係 他是拿警察故事的名字來抽水 那是劇情片 最重要的就是 成龍現在都做不到動作片 他都要替身 他自從那套伸縮事件之後 就沒有做動作片 因為最後那套 只不過是用那套片 進去做劇情 做主角 從那套片開始 之後就沒有了 你不要說成龍 李連傑也拍不到動作片 李連傑也拍不到動作片 李連傑拍那套 那套 什麼海洋 那套 不是有一套 沒有打明星做那套 哦 Expanable Expanable 全部都老賊 那套片 那套片都出了幾個鏡頭 Sylus 說回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4 那他就說 他就說他自己 想拍他心目中 大陸的Style 幾個鏡頭本色 嗯 那他就 他就 他就說 他那個才是正宗 那警察 就可能會 公司舞台搬去北京 那當然警察就變了公安 但是他詳細的電影的內容 啊 Casting 都沒有的 他就只會拍的 但是 最醜的問題 他就強姦了我們香港電影 那以後大陸可能又拍這個 阿郎的故事續集 原來 周圓發還沒死的 就翻山的 那接著又出來 你找周圓發還可以的 我最怕他會找黃曉明 我想周圓發未必 怎麼會讓你這樣消耗 他遲些可能就不是拍個滿色 可能有善內憂魂 他又弄大陸的版本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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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天樂 大陸版本 大陸版本 有古天樂 從八一串而已 八片 古天樂是做靈彩神 古天樂是做五馬的角色 不是張維 張維那個是有問題 不是 五馬那個叫什麼名字 不是 那個是 那個是 那個是不知道什麼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我都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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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有這種戲 我知道有這種戲 不過我有個問題 吳宇森有沒有粉 吳宇森是沒有粉的 是完全沒有粉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 吳宇森有沒有受 這個不是這個 這個不是這個 這個不是屬於吳宇森 是屬於以前生藝成的 生藝成的嘛 這樣說 生藝成的組織比較鬆散 可能吳宇森是不出奇的 OK 因為 因為 英雄本色到第三集 《夕陽之歌》的時候 已經不是吳宇森拍 我知道 那個已經是徐黑 吳宇森最適合 那時候是這樣的 吳宇森拍完第一集 英雄本色 我聽他說回 生藝成就想他拍續集 因為 見到收得 吳宇森又不想拍續集 他又想拍前傳 前傳 後來也沒有拍 他就照拍續集 他就拍續集 照拍續集 他就收得了 後來第三集 怎知道第三集 他就拍前傳 就是徐黑做導演 就是徐黑做導演 就是徐黑用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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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黑用了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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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都是拍熟山的 對 那個什麼 飛虎山 對 徐黑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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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年前 英雄本色 是韓國佬拍過的 我沒有看那套 我有看 那套反而是吳宇森監製 叫什麼名字 叫做英雄本色 對 A Better Tomorrow 之前呢 他經常做的 那套他將宋之豪、宋之傑兩兄弟 改成兩兄弟 一個被拐了去北韓 有親了一些政治元素 他當地北韓各個特色 南韓那個 他本來拐了弟弟 他就說你拐了我 就是拐了大哥 大哥就迎頭去了北韓 然後弟弟就在南韓做了警察 就是張國雲角角色 那個大哥呢 就去到北韓 就變成了北韓的大圈幫 就回到南韓吃大茶飯 就見到那小孩 好像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那就租來看吧 是呀 不可以用的 以前Netflix有 我不一看 誰是任主角呢 韓國佬我不知道 女主角呢 有沒有女主角呢 一定有的 怎麼會沒有啊 其實幾年前老實說 我每天都看 你租來看吧 我其實覺得是 就是說香港以前的影片 賣給大陸 已經是一個大趨勢 你在香港人拍的戲 是吧 拍片 變成九成都是 那你沒有收入的來源 一定就是賣出去的 是吧 賣一個品牌 收了夠錢 有什麼 如果做生意的 我賣 我賣 我賣給你 沒辦法拆給你買 你拍了就收不到 譬如《古學仔》先前找 那個什麼鬼的 哦 拍《謙謙》 《古學仔》新秩序 對 你不收得 你自己拍的那些已經是 香港的戲很濕 不是的 有幾部劍看的 對 我最近最好看的 一路向西最好看 有一點像《古學仔》成熟時的片段 說真的 近期有兩部影片 極得看的 什麼呢 一部鬼片 什麼呢 《陀地驅魔人》 看錯了 看錯了 香港的演唱片 是港產片來的 香港式的鬼片 不錯 第二 第二 就是 這裡 剛剛的鮮鞋 三個賊王 我知道 《杜奇峰》那套 《樹大招風》 《樹大招風》 我都沒看過 不錯 《樹大招風》 他準備三個 三個最愛的賊 我家裡有個燒賣 有個電視盒 我昨天去《Atlantic》那裡看 《三人行》 最初我也是OK的 但最後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想不到杜奇峰也可以拍這些 臨後那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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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 他跟 大陸sir的政治問題有關 還有那個Ending 真的 你可以拍兩個Ending 現在不行了 不行嗎 不能拍兩個Ending 不能途間到 OK 韓國人啊 鬼實那麼吵 以前 你拿什麼 去播出一個審查 你剪掉了 現在說 你不拍完 就是你不完全拍完 大陸sir的不讓你搏 這些就是有的 任何要說的 就是這些 《樹大招風》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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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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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大陸現在拍英雄本色 就是 強國英雄本色 如果他照韓國版的英雄本色的潛規限 就是把他們兩兄弟改了 一個是被人拐了去大陸 一個本來是香港兩兄弟 一個被人拐了去 他現在的海埔都做了七個人 四隻狗在那裡 英雄本色的 那種懶惰 真的很失望 我不會有 你選擇這個題目 我不是對這些戲很特別 知道就算了 我們只是想借這個英雄本色 說一下這個趨勢 不是 大陸最喜歡拿別人的名字 你說這個英雄本色 最近那個蘋果又說 拿蘋果又說告蘋果 又說尿巴人才是真事 我都不知道 他最喜歡拿別人的名字 但是問題 遲些他拍了一條強國 反而英雄本色 告回吳宇森去出 不是強烈嗎 人口夠 問題是 大陸是不能拍黑社會片的 大陸不能拍的 那他用什麼題材來做這個 他拍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正確的 一定是正確的 是 耶鵝 不知道 湯狗 可能是做賊 湯狗 哈哈 哈哈 我聽他的狗在這裡 對 他喜歡湯狗 他不聽他的劇本還沒寫 他不聽他寫什麼 他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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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 大陸的線長 大陸的線長好看 宫廷鬥爭的戲也真的拍得好看 是 最近的狼什麼 都很難看 因為香港人都傳承不到 那些是劇集 電影 劇集 是 他們從小到大都在這個圈裡 知道那些會接近現實一點 你覺得滿廷、盡戴、黃金甲那些好看 滿廷、盡戴、黃金甲那些好看 滿廷、盡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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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甲那些好看 就是張nehmen 那트� bought 那隻優、盡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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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盡戴、盡戴、盡戴、盡戴 所以看上一次梁家輝在Facebook說過香港電影衰落的因由 因為當時香港電影80-90平台太強了 但不懂得培養新人來接班 所以現在搞到中央 他們吃免費午餐、茶飯 我只要放雪花就要看 為什麼要做這麼好 那就沒辦法 譬如說九十年代的時候 也有很多台灣和香港合法片 什麼朱賢平等都來找香港明星 合法片沒有問題 大家交流一下 有時候這個合法沒有問題 哪一套比較好 除了早期少少 你叫合法片 我真的想不到一套比較好 早期劉德華有拍過國語合法片 即是古代那些 那些反而比較好 我真的忘記了什麼名字 電視 電影 我真的不是覺得有什麼特別好 老實說三角時代那些都OK 老實說 我拍這麼久三角 我始終都是台灣拍的最好看 誰啊 電影 電影拍三角 三角 當年 當年 拍這麼多 又是叫三角 你知道三角演義那個 早大概八十年代台灣 他也有些大陸明星 有些台灣明星 我自己覺得拍比較好看 其實我想說一說 譬如現在這麼多 香港的電影都要合法片 現在只是本土香港拍的 可能只有杜汶澤 還有誰啊 數不數得出 杜汶澤那個 除了杜汶澤之外 沒有其他 選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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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希望 如果是香港人的話 應該 真的 應該要付錢 但是 真的拍香港人看口味的那些戲 你不要想著賺 那些戲大陸不好看的 一般上去都不明白 剛才你說那些戲大陸 我同事貴人來看過 他都說好看 不錯的 不錯的 所以我想說 譬如如果是香港人 拍香港戲的話 你付錢進去看看 支持一下 都應該 我都在等候選佬坐 在這一邊 還沒想 還沒想 不是 遲些做韓戰異 還是講國語搞錯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 不是講廣東話 不是 周圓發都是講廣東話 不是 這裏上國語版 可能會有變廣東話 我猜美人魚也是 他頭兩個星期是上 通常都是這樣的 三人行都是廣東話的 三人行都是廣東話的 三人行廣東話 但是我猜 遲一兩個星期會上 我想會 如果你想看更少品 看《老粒》 看《老粒》 怎麼做的 《老粒》 我看見好像 那些是電影師的 但是是電影師 但是是電影師 你要接受到這種風格 但是它是港產片 很明顯是港產片 大樂爺就是看不明白的 港產本土電影 對 真的要支持 那些真是 那些真是 總不知道 《英雄本色》 我們都希望它 都沒有記望 但是希望它沒有 一點都沒有 《英雄本色》 是那一回事的 可能看廊節 應該就沒有 應該不是我們 那就是 海保放佛祀的狗在那裡 怎麼鬼 就是它剛剛那一陣子 狗肉節 對 對 這個又令那個topping 搞到滿城風雨 這個湯狗 喂 我們又overrun是不是 是呀 我們今天真的講到 大陸 那些topping永遠都 講不完 笑不完 光貴錄來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就是 你經常都回大陸 你都知道 糟了 小小 沒有 沒有 有時候那些事情 真的不知道很笑 還是很生氣 你用一用 輕鬆一點來面對 一笑自知會很開心 唯有一笑自知 你太著緊你會很樂氣 是啊 在裡面的話就是 你不要著緊 你不要著緊 我會和自己鬥氣 是啊 人家喜歡吃狗肉 一笑自知就算 一笑自知就算 你罵他吃得多 狗肉更慘 他還吃得多些給你 真的會 真的會 我們去鬥氣 其實呢 說真的 其實吃狗肉是有原因的 以前的人不吃牛肉 吃狗肉的 牛可以加點 沒有寶貴的資源 不是那麼容易有牛肉吃的 所以就沒有那麼大隻牛 給你湯來吃 那你不要吃老鼠 有吃的 有 有 有 我上次被欽了 去吃羊肉串 人家說老鼠肉 不是吧 羊肉串 叫老鼠肉 他那些村是recycle 第一集 我在廣州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遇到這些問題 就是 那些人說 我不認識那間店 不知道他用什麼料理 就是 言下之意 就是 你說那些羊肉串 用什麼料理 就是不敢說的 羊肉串 全部打水 很有趣的 你吃那些野味 你吃那些狗 吃那些貓 有那麼多野味 吃那些野味 吃那些都是你的事 真正的野味 他之前都說 用一些 我 他用一些老鼠來想 說了食材這件事 有陣子說 中國人才拿諾貝爾獎 開一集 他都想出來 有個法國人 好像那個法國拿諾貝爾化學獎 那個學家說 那些蛋 假蛋真是好 中國人做假蛋 如果給我 連諾貝爾化學獎 都解釋不了 真的不行 我聽到之後 如果給我怎麼做呢 素蛋 放在超級市場賣的 五元一隻 素蛋 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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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發合齋蛋 放在超級市場賣的 五元一隻 中國人製造假蛋 三毛錢人民幣 你賣毫半 分別就是這裏 真的拿名 是不是 我聽到真的 但是你吃的野味 OK 你都是自己吃的 但是野味 有時候 正如上次那個 非典型肺炎 SARS 都是有野味 你吃就是你的事 你又不要把病菌傳到周圍 野味真的 這個 什麼村山甲 嘩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可能有時候這些都是報應 我小時候 我也喝過村山甲 湯 村山甲血拌飯 我看著一隻村山甲 我吃到你這麼大隻 我不敢吃 但是 我家前面那裡 那些鐵籠 小時候 普遍的村山甲 你家住在哪個飯 有麻地 我住在街市 我住在香港也有 以前 香港也有 有 我見過 親眼看醉湯 六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一定沒有 村山甲 你們是沒有活動物 一會兒 老實說 村山甲 村山甲標本 我們嚴重 嚴重over one 我們會被MyRadio投訴 在這段影片上袋的時候 你們究竟在拍什麼 為何拍了兩集出來 我們真的要說米白 好了 我們快見 我們國慶特別版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